嗨 大家好 今天呢 我們到這個 方傑基電工程 嗨 陳偉你好 奶爸你好 好久不見了喔 來 先幫我們介紹一下 你的服務好不好 我的服務範圍就是 簡單來說就是水電 只要有用電的需求啊 像是 家裡的電信要抽換啊 或是 家裡的裝修水電要 問啊 以及 廠房的水電維修啊 都可以找我們 因為我們 常常在跟醫院配合啊 我們醫院大概 做了 做了快要二十多間 快三十間了 對 我們主要都是 專攻於醫美診所 然後 以及婦產科 婦產科 就是在 板橋 以及桃園這一帶 然後醫美診所就是米蘭 米蘭 桃園一倍的 店面的水電裝修 都是我們做的 企業的話就是 以 就是像是國瑞汽車 兩間公司都是我們 長期配合 以及像是瓦特水箱公司 以及 斯菲納廠盧德公司 也都是我們 就是 他們的廠房也都是我們在保養 你之前 就是在從事這個行業嗎 不是 我之前其實是在 化工廠當 研發人員 對 所以你以前是念化工系的嗎 我以前是念化學系 不是化工系 化學系的 那怎麼會後來變成做水電呢 因為我覺得我 水電是我的家業 我從小 沒事就是跟我爸去做水電 對 然後 就做 做一做 然後後來上了大學 甚至到研究所 就沒有再去工作了 然後 是自從我踏去外面社會之後 然後看到我爸好像身體有點不太舒服 我覺得好像 我們家這30年的企業 應該要有人可以傳承 所以 毅然而然覺得回家 來做 所以其實學歷還蠻高的 可是後來來做水電 聽說你有把這段故事寫在網路上嗎 對 你把它寫到網路上之後 有沒有帶來什麼樣的效果 就是大家 大家會覺得 覺得這個故事很曲折 就是很不一樣 人生的機遇很不一樣 所以大家都會 抱持一個好奇態度說 怎麼會想要回來 但我覺得 做任何工作 只要你 態度正確 不管是 會流汗的 或是 動頭腦的 我覺得都 無所謂 我家其實算是很傳統的水電 就是以前就是 像是別人一叫 然後 我們就去的那種 然後根本就 不懂得怎麼樣 就是去經營自己的公司 然後像是 像常常 常常別人介紹的話 有些介紹的話 就是會 趁事不齊啊 對啊 然後像我回到家的時候 就決定說 要做 把架設網站 因為我覺得架設網站是 把傳統變成企業的 一個 一小塊 就是踏板 對啊 然後我就從 奶爸的奶人包裡面 然後學習如何架設網站 然後架設網站的結果 我覺得還不錯 就是像一些比較大間的公司 像是協議機械 就是桃園著名的 以及三菱汽車 然後以及一些知名的 就是工廠 他們都會藉由網路上面 來搜尋到我們 然後我們 進而作為連接 這些都是以前我們 沒辦法 碰觸的對象 更不用說是 陌生拜訪 陌生拜訪的話 這些其實也是很難 去聯絡的 嗨大家好 今天呢 我們到這個 方潔機電工程 有限公司來專訪一下 我們的懶人包學員 方程偉先生 哈囉 大家好 方程偉呢 以前呢 是一個 碩士生 然後有 考上博士 對 沒錯 其實學歷相當高 所以後來他 回來繼承家業 就是做水電 有很多人覺得很訝異 不過呢 他越做越好 然後呢 從這個 完全沒有LOGO 對 完全沒有LOGO 就是回來之後 希望把他 這個家族產業 把他企業化的經營 所以 LOGO也設計好了 然後網站也架設好了 然後 部落客也好了 然後呢 其實從網站上 就會有一些 以前自己去 陌生拜訪 開發 找不到的一些客戶 都會從網路上來 找到他們 這個其實就是 網路行銷的其中 一個蠻大的好處 而且呢 你看 他這本企劃書裡面 其實他的建構還蠻完整 包包這本企劃書 可是他裡面有寫的 他們的公司簡介 如果你是 做網站 不曉得網站怎麼做的朋友 你可以參考一下 他這個DM 這本企劃書裡面 他就是一個很詳盡的 一個網站的架構 你看公司簡介 這個很重要 要讓人家徹底了解 你的公司主要做什麼樣的服務 然後提供哪些產品 然後還有這個服務的宗旨 就是他們做他們自己的失業的主要的宗旨 然後主要的營業項目 因為要寫得非常清楚 人家才知道 遇到什麼問題的時候 可以找你提供服務 然後還有這個就是合作客戶 這就是我們常講的客戶見證 所以如果你的銷售業裡面 或你的網站裡面 少寫了這個合作客戶 就是成功客戶代表的話 其實是蠻吃虧的 一定要做這個成功客戶的代表 這樣你的 不認識你的潛在客戶 他看到你曾經做過哪些客戶 他對你才會產生很強硬的信任感 再來是工程時機的照片 這個就是你提供客戶服務的 最重要的一個證據 像他們都會把 出任務的這些工班師做的工程 都會把它拍照下來讓人家看 這是一個很實際的證據 像這些施工的品質照片 如果你是潛在客戶的話 看到這些照片你會非常有感覺 當然如果你沒有需求的話 你看到可能會沒有感覺 但是如果你曾經做過水電 然後又被那個不肖廠商做過的話 你會發現 品質為什麼不一樣呢 你就會非常有感覺 要怎麼去找好的廠商 最後還有一個各項證照 公司的專業執照等等 這些也是一個證明 所以你從證照的證明代表你夠專業 然後再來就是從你的施工品質 證明你的專業 然後再來就是你提供這個客戶見證 讓人家知道你除了有專業之外 而且你還實際承受過哪些客戶 這樣加強客戶對你的信賴感 所以你們還提供公司團體保險 對 給你們的員工 對 所以是一家非常有責任性的企業 那有沒有對未來還有什麼規劃 希望公司有什麼樣的進展 我希望公司能夠 我覺得 我最終的目的還是要改善別人對於 像是我們這種傳統行業 像我一開始回來的時候 都會覺得別人 對做工 一開始是 會覺得做工好像比較卑微一點 常常會有人會講說 你不認真讀書 你以後就是做工 我認真讀書我還是做工 所以我覺得都是做什麼事情都可以 我想要打破這個觀念 對 其實工作本來就不分貴賤 而且水電行業它是一個非常非常專業的項目 沒錯 它是一個非常專業的工作 所以其實不要小看 而且光是這個要把它企業化經營 它已經不只是傳統的水電師傅而已 它還必須牽涉到很多企業品牌的經營 所以陳偉在這邊呢 一直要致力於把自己的家族企業 把它品牌化 對 把它品牌化 這非常非常重要的 也非常符合我們 網路行銷懶人包訴求的 以品牌行銷為你的主要行銷目的 以及我們的行銷目標 就是要品牌化 讓自己品牌化 是 今天非常感謝陳偉接受我們的採訪 謝謝你 謝謝 謝謝 希望未來的事業能夠越來越棒 好 謝謝 掰掰 掰掰 然後這就發熱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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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